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雪产成自己的想象 是雪人就有问情 是堆雪人的年龄就有美丽的梦 今年北国的雪或许下得更松猛更飘荡 白矮矮的房屋白矮矮的大地 可是屋前不晓得还有没有人在堆雪人 昨天整天坐在屋檐前的那个忧郁的北国青年 听着大风吹的那样单调的口哨 尖锐的哨音唤醒了他的童年回忆 擦亮了一叠旧梦 梦里的丝丝缕缕 沉淀着战火和清情 战火下的灾难 灾难中的北国 色缩在雪花下落泪的日子 风针和蜻蜓 布老虎和泥娃娃 都是很遥远 很遥远以前的故事了 五眼的前面 是一堵红砖为墙 北国的风 从墙头上越过来 北国的青年 缩着脖子 缩着头 牢牢锁住这一整个冬天的荒凉寂寞 任凭寒风去翻弄那些童年的回忆 风总是傻的 人也是 翻弄以后 风垫爬过屋顶 在真夜林那边迷路了 而人的梦 仍然停留在美国的土地上 有一年 在北国 白白的雪地里 烧起红红的战果 拔路踩碎了他童年的梦 于是他便哭着去追汽车 追火车 追轮船 对一群不相识的人 在那里乱哭一气 那时候哭 是绝望地哭 因为大家都有应该哭的事 从那个年代以后 美国的雪景 好像不曾在美过 洁白的雪地里 染上了辛红的污血 虽然何平挂在 达路军的口头上 可是那骗人的话 却好像吹着口哨的北风 一下子便没有影子了 人们再也不觉得 那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那个坐在屋檐下 听着北风呼呼地吹的 北国青年 他不曾叹息过 风始终是风 吹那永远吹不完的 单调的口哨 整整一天 他只是把被风搬起的回忆 咀嚼了又咀嚼 总有一年 我要乘风归去 北国的青年说 而北国的风 仍然跳过屋顶 在真夜林那边迷路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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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订阅